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四天 再过两天就会迎来返程高峰 所以说今天我要提前出发了 下一站河南省唐河县 我盯着绿皮临窗硬座 票价11 全程又60公里 预计用时56分钟 今天的天空不多美啊 又开始下小雨了 风雨无阻 出发 新站口在二楼 提前三十分钟就检票了 火车这么早就到了 火车在这一站停留54分钟 看呀 上车的人超级的多 三零六折哨 早早叫做唐河 三车60号 应该是临窗的 还在前面 人不少基本上满园 还好我有座位 在这呢 临窗 花宝珠 面包 火醉 花醋 花醉了 一年56 火车准时出发 这条铁路线是罗站铁路线 一路向南 先换到宁溪铁路线上了 连钉到西安的铁路线 一路向东 就回到南 东河 长河 南洋的内河 还是很宽大 天津的好重啊 能见度特别的低 什么都看不上 看这个是长河 到长河了下车 哎呀好多人啊 这 到长河了 现在是 两点四十 早点了十二分钟 这时候玉油下蛋了呀 这站上车的人还挺多的 看一下 长河是个人口大县啊 它的常住人口是一百零五万人 很多都是到温州方向 打工上班的应该多一点 上车的要比下车的多的多啊 前面就是出站口了 从前面出站 看下这个是后车室 看下这个是后车室 这会儿雨又下的越来越大了呀 看一下 唐河站的站房 看一下唐河站的站前广场 非常大 这个真的是有点出乎意料啊 作为一个县级火车站的 战舰广场 比很多地级式的 战舰广场都要大啊 看一下 战舰广场中央有一个大大的唐字 唐河在古代被称为唐州 碧阳 有点兴趣的地级火车站的 我需要再放进去 然后再放进去 然后再放进去 从前后 就看到了 到最后的衣服 的衣服 就在安装 莫尝试